当播篮球快信 星期三早早NBA常规赛展开一场胡人辉军挑战骑士的赛事 立邦占视每次重返克里夫兰都会成为话题之一 他在效力胡人期间先后三次带队出征骑士 最终都能够海旋而归 这次面对上场输球的骑士 乘三连胜之势来集的胡人当然值得看高一线 另外阴直播届时将会有本场赛事的现场直播 骑士上季常规赛排名东岸第九位 最终兵败附加赛从而被拒之季后赛的大门外 球队痛定思痛后 今季引进强缓以便东山再起 毫无疑问 在当路云米曹今季来头之后 骑士在他和加兰特的加持下表现 确实更上一层流 他们二人至今场都合力交出五十点六分 六点一个蓝板和十二点六次助攻 在后场二人组合的得分能力方面 甚至力压勇士的浪花兄弟 只不过 骑士 外强中干的特点 都是相当明显 老奔卢比斯今季被投闲致散 其云拿夫都不服当年勇 M迪亚基达就连续两场零得分更是短板明显 这次面对近期被惊为天人的安东尼戴维斯 骑士内线恐怕会有被打爆的危机 上场面对纽约人 骑士投篮全面失准 尤其两大后场核心当路 云米曹和加兰特总共出手41次只射入13球 命中率为31.7% 而且全队都只不过34.9% 另外 虽然骑士目前跡身东岸三甲之列 但是他们至今分别面对东西两岸球队哥阵的战绩 就大相竞庭 具体分别是对阵东岸的十三姓五负和西岸的两姓四负 骑士今场对阵强势的胡仁实在不宜高估 阵容方面 前锋丁华迪同后 为力奇卢比奥等人都恩相忧战 胡仁近期状态出色 在连斩托方者 攻陆同无师后赢得了今季第二次的三连胜 更为好的是 恩东尼·戴维斯近期重返赛场后表现极佳 他已经连续四箭斩获双十数据 上场对阵无师更是一箭封神 以超过七成三的命中率斩下了55分 外加17个篮板同三次封了 最终带领胡仁以11分优势击溃了无师 平心疑论 自从胡仁将韦斯薄克放入后备阵容之后 球队近期表现可以说是佔入街景 近十战就雷了八场 现在排名都是逐步攀升 另外 自从立邦暂视转投胡仁后 曾经先后三次摔队 重返克里夫兰 而且每次都能够用超神表现回归 乡亲父老 他三箭分别交出三十二加十四加七 四十六加八加六同三十八加十一加十二的惊人数据 一举帮助胡仁录得对阵骑士的作客三连胜 现在 胡仁两大当家球星都处于最佳状态 这次走访上场输波的骑士 胡仁有望掩子赛贵首次四连胜 阵容方面 前锋高以示威达恩相缺陣